我国的人口众多 是世界上最大的垃圾生产国之一 多年来国家一直在想办法处理14亿人所产生的垃圾 2017年我国收集了约2.15亿吨的城市生活垃圾 10年前这一数字还仅为1.52亿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17年的数据显示 填埋仍是中国处理垃圾的主要方式 全国共有654个垃圾填埋场和286个焚烧场 大家知道我国最大的垃圾填埋场在哪里吗 位于陕西省西安的江村沟垃圾填埋场面积 约有100个足球场那么大 按照设计该填埋场每天可处理2500吨垃圾 但实际上它每天接收的垃圾多达1万吨 在中国所有垃圾填埋场中居首位 西安江村沟垃圾填埋场建于1994年 设计使用年限至2044年 为西安800多万市民提供服务 它的面积约为70万平方米 深150米 总填埋能力超过3400万立方米 直到现在 西安仍是中国少数几个完全依靠垃圾填埋 处理生活垃圾的大城市之一 这使得垃圾填埋场提前达到极限 也就是说中国最大的垃圾填埋场已经满了 比原计划整整提前了25年 不过一座新的垃圾焚烧场启用 预计到2020年至少还有4座焚烧场投入使用 他们总共预计每天能处理1.275万吨垃圾 此举是国家计划的一部分 目的是减少垃圾填埋数量 取而代之以使用焚烧等其他垃圾处理方法 西安的这个垃圾填埋场最终将成为一个生态公园 有朋友不经未问 我国是否还处理其他国家的垃圾呢 答案是否定的 在2017年底 我国就开始停止从国外进口24种不同级别的垃圾 仅2017年 我国就从欧洲日本和美国 接收了700万吨塑料垃圾以及2700万吨废纸 如今这些垃圾处理的空缺 部分由马来西亚 土耳其 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其他国家来填补 保护环境 从我做起吧